IT处长司徒文强调两岸协议会拖这么久 最大绊脚石就是美牛 美国在台协会AIT首度表明牛肉问题 就是台美TFA迟迟无法过关的最大绊脚石 消息一出引起立委炮轰 指引美方把美牛和TFA挂钩威胁台湾进口贸易 我们有将近75%的没有收尽牛肉 持续进口到我们台湾来 那今天AIT好意思来对我们台湾 说一声美牛是TFA万小时 不应该AIT用美牛这样的一个衣服 来阻碍到TFA的进行 是不是可以这么讲 二位美方的这个立场我不便于评论 几个月前瘦肉进风波 全台总计25%的美国牛肉 验出含有莱克多巴胺 让TFA紧急刹车 全台贸易损失高达34亿 我们还是做好最严格的把关 那目前我们还是一直延续这个逐批检查 面对质疑卫生署长强调绝对没有挂钩 只是瘦肉精风波和TFA止步几乎同时发生 现在AIT署长这番话曝了光 也为复杂的台美关系贸易再添争议 欢迎订阅学学王王嘉丽台北报道